至少我們知道說機師還有幼兒園 他們的Delta病毒是不同種的 台灣這波Delta疫情感染源都不同 雖然部分確診個案基因定序還沒出爐 但如果北市松山區國中生是Delta病疫株的話 就表示Delta已在國內多點爆發 表示說我們又有其他的 境外移入的引擎的傳染源出現了 如果國中生的定序是Delta 而且是跟其他的群聚的病毒是一樣的話 就可以比較放心說 他是同一個傳染源 而不是另外又爆了一個傳染源 先前台灣陸續有Alpha確診案例 因為我們沒清零只是偶爾加零 因此國中生定序很關鍵 目前新北有幼兒園群聚埃及爸爸等 和台北中央公夫妻松山區國中生 至少六起都要釐清感染源和傳播鏈 但看看目前台灣三起Delta群聚 從屏東案 長榮基石案 到新北幼兒園和社區案 病毒序列都不相同 這代表就是病毒在國際上 其實也逐漸地在做一些演化突變的情形 所以本來這個時間不同的時候 在帶進來的病毒它的序列就會有差異 病毒不斷演化 前台大醫師臨勢必推估Delta進社區的時間 第一波大約是8月18進板橋社區 第二波是小孩傳進幼兒園 第三波在傳入各個家庭 也推論中央公夫妻比較可能只是阿法豬 但擔心Delta若在社區出現一個月以上 恐怕會繼續爆出案例 提醒民眾不能大意